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后教育3DMAX课程班 我是本节内容的主讲老师阿卓老师 那么在之前的内容呢 阿卓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3DMAX2016这款版本的安装卸载 以及它对应插件温润的安装及卸载 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那么在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阿卓老师将带领同学们正式的进入3DMAX2016的世界 带同学们来学习一下这一款软件 那么在之后的讲解中呢 阿卓老师也会以3D2016这一款版本的中文版 来和同学们来进行一个学习 OK当同学们打开了一个3D的这款软件之后呢 会生成这样一个界面 那么有些同学们可能会问 老师我安装之后呢 为什么和你的界面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因为呢 老师这个界面已经操作过了 已经没有保持默认的状态 那么同学们呢 没有保持默认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自定义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个自定UI与默认设置切换器中呢 会得到这样一个界面框 那么当前老师使用的一个初始设置呢 我们改成了一个MAX的设置 那么这个MAX的设置呢 就是我们3D的学员 包括之后使用3D这款软件呢 我们一个常用的一个格式了 同学们也记住了啊 我们之后呢 我们也会用这一个MAX的这个格式 所以同学们刚进来的时候 如果发现自己的界面不是这一个 我们把它切换到MAX就OK了 那么在之后呢 这些后方的这个用户界面方案呢 只是针对了他这个界面的一个颜色 我们不用管他 我们保持默认就OK了 然后呢我们设置完之后 我们点击设置 然后呢这边系统会提示我们呢 需要重新启动一下3DMAX才能生效 我们重启一下就OK了 好了 那么这边的设置呢 就先说到这里 那么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老师就带领同学们 学习一下3D这款软件对应的不同区域 分别表示是什么 首先我们从上面我们看一下来 我们在这个最顶部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 AutoDesk 3D2016无标题的这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呢 对应的是我们3D这个界面 它的名称呢是叫做标题栏 那么它的标题栏呢 就是说我们使用的这一款3D软件 它对应的版本信息 我们这边是2016 那么后面写无标题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当前我们打开的这个3D 我们还没有对它进行命名 对不对 我们还没有对它进行命名 所以呢它会以无标题 当我们对这个3D进行一个保存 然后呢在这里任意输入一个名称 或者说我们以什么名称命名以后呢 这一个老师这边就以人后教育来命名 然后呢阿卓老师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那么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的标题栏就对应到了我们输入的名称了 那么最顶部呢 这是标题栏了 那么我们再下来我们看一看 下面这一个区域呢 从编辑到工具到组 然后一直到最后的帮助 这一栏呢是什么呢 这一栏的信息呢 是叫做菜单栏 那么这一排信息呢 就是菜单栏了 这一排菜单栏呢 是里面涉及到一些可以使用到的一些命令工具等等 那么在之后的内容呢 阿卓老师会和同学们进行一个讲解 OK我们接着看下来 然后我们再下来 我们这边有一排图标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一排图标呢 是我们的一个主工具栏 它这个名称我们称它为主工具栏 那么这个主工具栏里面呢 包含了一些我们常用运用到的一些命令 比如说移动啊 镜像啊旋转啊等等 那么再下来的一块区域呢 这边老师是对界面进行了一个优化 同学们打开的话呢 应该是还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场景的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同学们的默认的一个场景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OK我们先一直看下来吧 我们这边我们有四个窗口 那么这四个窗口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视图区 这个视图区呢 分别对应的是上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顶视图 这边有一个前 那么就是前视图 这边一个左呢 就是左视图 然后这个区域呢 就是一个透视图了 那么这四个图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告诉我们同学们 我们所有绘制的模型 包括我们制作的场景 那么都是会在这四个图里面呢 进行一个呈现的 所以呢 这四个图就是我们的一个视图区了 OK我们再接着看过来 那么有同学们可能会发现 我们这左边还有一个区域啊 那么这个区域呢 同学们先暂时不用管它 因为这是老师为了方便自作 安装的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 我们自带是没有的 3D是没有它的 这是后来老师自己安装的 同学们暂时不用管它 那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区域来 右边这个区域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呢 我们给它命名叫什么呢 叫命令的面板 那么说起命令面板 哦那很简单吗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命令两个字 那么这个区域呢 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核心区域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所有涉及到的一些命令 包括一些我们制作的建模呀 包括后期的一些 对一些物体的制作呀 我们都需要涉及到这个区域 所以呢 在之后的系统课程里面呢 老师会对这个命令面板中的一些命令 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OK 我们讲完了这些试图的区域呢 同学们应该对3D这一个界面呢 有之的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可能还有同学们可能会看到下面 OK我们下面也简单的讲一讲 我们在这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 一个X一个Y一个Z 那么这个呢 是提示当前的物体的一个坐标信息了 一个坐标区域了 那么坐标呢 因为我们同学们知道 我们在当前这个物体绘制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X轴 一个Y轴和一个Z轴 那么它会有一个相对坐标 还有一个绝对坐标 那么这个区域呢 就是显示的这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再看到右下角这个区域呢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试图控制区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试图的控制区 它可以对我们当前的试图呢 进行一个放大 或者说缩小 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平移等等 那么同学们要了解 我们这个放大和缩小 并不是把物体放大了 只是把试图进行放大和缩小 其实同学们可以理解为 我们在平路上面 我们看到远方有一座山 那么山的大小呢 是不会变的 那么我们站在远方看的话 那个山是不是比较小 那么我们靠近的这一座山呢 这个山就会很大 其实山的大小呢 是没有变得 变得是我们人跟它之间的距离 所以呢 这个试图控制区呢 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了 OK 那么基本上呢 3D的一个界面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么在下一节课的内容呢 老师将针对一些命令 来进行一个讲解 OK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上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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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